家央行昨晚大幅減升50几点 接下来家者走势是否会继续走弱呢?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早餐 今天是10月24日星期四 我是Kolly 昨晚加拿大央行刚已完息 日如市场预期宣费减50几点 现在的加拿大政策力率已下调到3.75厘 已在今年内加央行年续第四次减息 同时央行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维持1.2%不变 但预计今年的平均通胀率达到2.5% 这个预测是低于7月份的2.6% 同时央行都强调劳动力市场仍很疲弱 经济继续供应过剩通胀压力不再普遍 企业和消费者的通胀预期已经基本正常化 所以央行预期通胀在预测期内仍会接近央行目标 而上行和下行的压力亦大致平衡 但提到如果经济的发展大致符合预期的话 相信未来会再进一步减息 但会否每次会议逐次作出利率决定 最新的利率寄货市场价格变化显示 在央行今次减息后市场认为下一次会议 12月份再次减息50基点的可能性 现在很低只有5%左右 现在减息25基点的可能性 10月份有95% 减息后加指的走势仍然继续偏远 但美金对加指的升势在近1.350左右 当然开始有争辞 而上方下一个阻力可以看回8月头高位 1.3950水平 另外看回日本方面 日本国内政治现在面对比较大的前景上不确定性 对日子近期走势也确定压力 最近的民调普遍显示 日本质政自民党可能会在10月27日大选中收入他们的大多数席位 而如果日本政府领导陈去跟跌 或者未来需要联合质政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日本未来政策制定 令到更复杂 市场都忧虑可能会顺乎影响到日本央行 未来的一个加息步伐 加上同时看回美国近期经济数据比较强劲 加上美国大选预期引发一定的避险需求 都支撑了美金近期升值 所以都推动了美金对日子一度 在这两天已经升穿了153的水平 创了近两个半月以来的新高位 那些市场现在对于日本央行 可能会採取行动去支持日子 去进行干预的担忧 有机会会重燃 而且美金对日子的汇价技术上已经见到超买 所以我们要提防短线有机会汇价也有一定修正需求 那边聊到这里 明天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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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